都说爱是寄来 即使离开也是 我是很渴 但不是什么水都喝 这是一个人人手机不离手的时代 他要回你信息早就回了 你苦苦等待一个答案 殊不知 不回复已经是答案了 昨天凌晨三点多 房子王者荣耀无连胜 之后说了一下朋友圈 发现一个朋友发了这么一段话 为什么他宁可发朋友圈都不回我 他到底还爱不爱我 难道他回忆下我微信会死吗 为什么要这样反复车腾我 我一直那么主动 那么卑微地爱着他 一天拿着手机 就盘他能 发一条消息给我 有时他敷衍地 发了一条消息 我就开心了一整天 像中了彩票一样 一旦让你感觉到卑微的爱情 那不叫爱情 那叫你爱他 他不爱你 那顶多是你一个人的自所多情 自欺欺人 自欺欺人在爱情中表现得特别明显 只要他不爱你 你爱他 你就会自欺欺人 你会把他对你的一个很小的行为放大 觉得他爱你 然后自我安慰 自欺欺人的后果就是 自己伤得很深很深 不为消息就是不喜欢 我想在这里强调 你一天发给他十几条信息 他只回了一两条 绝对不喜欢 除非他是冰哥哥 如果真的很忙了 吃饭的时间总会有吧 睡觉的时间总会有吧 聊会儿天的时间总会有的 之前有个小姑娘跑来问我 说他和男朋友谈了三四个月后 男友就不太喜欢聊天了 两个人还是异地恋 经常是女生主动去问男生 男生才能回消息 而且回答特别敷衍 不回消息就是冷包里的一种范畴 特别是异地恋的时候 不回消息 真的是让那个爱着的一方 受尽地折磨 长时间不回你消息的 就是对你没有感觉 就是不爱你 偶尔会回你消息的 就是礼貌性的回答 你要知道 爱你的人永远藏不住 谢谢你把我的热情全部耗光 你知道吗 我对你的喜欢 就感觉我像是在饭间 我就像是一个卑微到了极致的人 我不知道我为什么会爱上你这样的人 你明明让我那么痛苦 我还要爱 都说爱一个人是慢慢积累的 那对一个人失望 也是慢慢积累的 其实每个人都会有那么一点点受虐倾向 特别是在喜欢的人面前卑微 但如果太卑微 太失望 我就该离开了 不喜欢就是不喜欢 要勇敢拒绝 人生枯端 大声地说出来 不要耽误对方的时间 也不要耽误自己的时间 想站着锅里的 还想站着锅爱的 真的没有什么意思 有男人的担当和责任 也不至于这样 虽然那种耽误女生的感情 在爱与不爱之间反复纠缠 好好说分手会死啊 关于青春 关于我爱的人 我为你们准备了一瓶烈酒 我敬你一杯 也算是敬给青春 毕竟青春里我那么喜欢你 只喜欢你 可就还是没能和你在一起 我以后也不再是你的了 干了这杯后 我们只此不贴爱情 沉默的背后 总是会有 说不出的痛 感情到了尽头 连呼吸都有错 你忘了那些最美好的承诺 忘了曾经不顾一切的爱我 这一刻爱情 听你诉说 所有对与错 原谅我并没有 写死地里的疯 事到如今已不用计较太多 我知道这一刻 我知道这一刻我们都累了 我会放手 管你自由 就当从不曾拥有 既然在你心里 爱已死去 又何必强留 又何必强留 我会放手 管你自由 是我最后的温柔 你不是我的哭 又有什么用 这一刻爱情 听你诉说 所有对与错 原谅我并没有 写死地里的疯 事到如今已不用计较太多 我知道这一刻 我们都累了 我会放手 管你自由 就当从不曾拥有 既然在你心里 爱已死去 又何必强留 我会放手 管你自由 是我最后的温柔 你不是我的哭 又有什么用 我会放手 管你自由 就当从不曾拥有 既然在你心里 爱已死去 又何必强留 我会放手 换你自由 是我最后的温柔 你不是我的哭 你不是我的哭 又有什么用 我会放手 换你自由 是我最后的温柔 你不是我的哭 又有什么用 我会放手 copies 你愿意 照耀 快服 globe agu 我叫我 感谢观看